多謝勞斯達 那就 糟了 忘了回應你 先回應公黨的朋友 先回應公黨的朋友和勞斯達的說法 首先 大家要矯正勞斯達的理解 那個理解不是這樣 要香港自主 不是等待滋爆 滋爆了 香港就是混蛋了 香港 它仍是一個正常的 有一個正常的權力框架 大家在賺錢的利益共同體 它仍會利用一國兩制的謊言 去和你 去 拿取你的利益 利用你香港的地位 但一旦它陷入了一個失敗國家的狀態 無論它長時間或短時間 我正在說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這個國家 或者這個一國兩制 無論它的程度有多大 這個現存的形態 這個框架捱不到多久 我不是說你香港人會奮起來去反抗 然後達至獨立 這個可能性是很低的 你們才會守一大量的苦楚 然後迫於無奈 變成了某個軍閥之下 底下的一群殖民 又或者是外國勢力 介入底下的另一方勢力的殖民 這個可能性反而是高一點的 但是 回應剛才講到 是否有預言家 有沒有預言的問題 這個其實實質的意義不大 但是 這是一個思想準備 我們 第一件事 搞清楚 有點複雜 第一件事 我們 要兩方面看一件事 第一 第一 不能夠因為我們國家 因為我們心目中認為 一個國家是強大 它有強大的軍備 接下來會有軍演 接下來會有準備 會進行這個抗日 70周年多的軍演 死這麼多人做軍演 這些瘋子 我們不能夠因為 看到它有很多槍炮 很龐大的力量 無論是經濟還是軍事力量 於是我們就因為這樣 而否定了一切獨立的可能性 或者否定了一切我們自主見過的可能性 第二 其實 陳教授一開始五分鐘的發言 都提醒我們 譬如說回 這個七、九年的經驗 就是 我們認識它 或者是他們那一輩 認識的共產黨 有些問題是不能觸及它的 你一觸及它的話 它就馬上不冒實 就算是當年鄧小平年代 黑貓白貓這麼冒實的年代 你一觸及主權問題 一執國那邊界的問題 它就馬上不冒實 所以 我們接下來 討論2047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要考慮到 我們會不會 踩到它的尾 激怒了它 如果我們一直都覺得 那個國家 永續永世都是這麼強大 我們就永遠都不會思考那個問題 我們永遠都不會思考那個問題 那個思想準備就永遠都不會 不會有開始的一步 但是 也都不是說 在這個條件的考慮上面 也都不是 KK 奢望它 就是說 如果它沒有一個掀制我們 沒有一個限制我們 獨立的力量 它自己崩潰消失了 如果它崩潰消失了 如果它崩潰消失了 更嚴重 如果它變成一個 如果它變成一個 完全不受約制的 這個這樣的 無論是失敗國家的狀態 或者是分裂的狀態 這個對全世界來說也是災難的 當時你已經沒有時間去 如果你還沒做好 你還沒做好獨立自主的準備 什麼叫獨立自主的準備呢 就是你整個香港的核心價值 是否已經真實地建立出來 無論是剛才勞斯達說的民族心 又或者甚至乎是借助宗教力量 各樣東西 或者是一個核心的 值得我們要去守護這片土地 值得去團結一致的信仰 以及與其在一個社會環境 我們能夠治理到我們的社會 各方面的 無論是我們的住屋 食水 食物 各樣東西 我們有一個決心 還有一個想像力去治理這些問題 等等的準備 也就是說 你有沒有一個 自己生活的準備 OK 如果你當時是未有的話 假設等待之暴 然後香港會有自主 會有獨立 這個是一個徹底的荒謬 或者是一個 我不知道老師 但你在哪裡聽回來 這些說法 這是一個白癡的想法 OK 好了 一些網民的情緒 不要想想多說 很重要的 然後 你是會更加悲哀的 所以其實是需要做一件事 兩方面去看 你都需要 就是無論它什麼時候之爆也好 你一定要有一個最基礎的心理準備 你要認識一件事 國家是會面亡的 這個是基本一定要認識的一件事 無論它多強大的主權 它都會衰落 它都會忽然間崩潰崩壞 那件事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做好你 無論是反抗的心理準備 反擊的心理準備 又或者是 萬一它出現一些破敗的情況時候 自保的心理準備 這個相當重要 而 好了 譬如陳教授說到 他討論這件事 或者可能覺得我走得很遠 討論這件事 那個現實的實質意義是什麼呢 你現在沒有槍沒有炮 起碼在座 我相信你們沒有 有都不要拿出來 好了 在這個環境下 討論這件事 實質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 從來沒有討論過 才是不實際的 所有的 所有的 爭取社會改革 民主改革 甚至乎 只是說經濟民生的改革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譬如套用剛才陳建文教授 引述這個1979年的 當時犯了錯誤的例子 其實歸根到底就是告訴你 他很兇的 你不要惹他 你一惹他就瘋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和他爭取什麼都是廢 因為你覺得他很兇 不能惹他 然後他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訂立了一個界線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說的是一個bargaining power的問題 除了是說你哪個強勢 哪個是 更加是說話大聲 或者是更加有一個 實質的武力的指數 更高這些之外 就是你有一個態度 你要知道 大家是bargaining一件事 去討論 無論是普選也好 無論是香港的 司法獨立各樣的問題 你都要有一個底線 香港這麼久以來 社會福利的追求 或者民主政制的追求 一直都是一種 你都沒有告訴別人 你接受的底線是什麼 意思是什麼 用一個很簡單的比例 我經常都說 就是你兩夫妻 你兩夫妻 她出去花天走地 然後她告訴你 這個叫做一國兩制 她告訴你 各有各玩 但最後什麼時候可以玩 什麼時候不可以玩 主權在她那裡 好了 然後你不滿意 你覺得這個條款 這個合約 是名存實亡的 完全是不合理的 然後她爭取 向她提出各樣的要求 但你無論如何去爭取 如何去提出要求 他如何不理你 你都不肯說離婚 你是不可能爭取到的 那就是怎樣都行 你最後都不會離婚 他怎麼會理你呢 是不是 然後你自己覺得已經很冤屈 你自己去找婚姻輔導員 這樣 然後你去找婚姻輔導員 你找著陳建文教授 然後他跟你說79年的例子 當時在跟她說 走的狠狠就打你 你還說 2047年行事不好說 你不記得當年怎樣打給你 這個混蛋嗎 回去再跟她說 瘋傷一下那個 沒實的 梳化擺邊 那些 這樣就算了 這樣 那你怎麼可能有自主 沒有可能的 這個先不去說 你先不去說你實際上 當然實際上 大家現實一點點 去到最後獨立自主 如果不是他糟糕的話 就是你武裝起義 實是這樣 但問題是怎樣去推動到那一步 又或者不去到那一步 你能不能爭取到 一國兩制框架下的一個自主的充實 最起碼就是說 你好給我了 你的家用好分出來 如果不是離婚 你這一句你都不說 你怎麼會拿到家用呢 這是最基本的現實意義 所以就是說 還有 當然陳教授覺得 沒有一個現實意義 最主要就是 他覺得 不同年紀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譬如他剛才說了很多次 現實意義 是沒有現實意義 就是因為 現在主流會討論這件事 可能是十幾二十歲的人 會討論這件事 但我想說 其實這個世界很快 就已經是十幾二十歲的人主導 甚至已經開始是 已經開始是 我覺得大家要早些做好心理準備 無論是思想準備 還是實質上的準備 OK